大家好,我是罗宾大叔,今天是2023年9月21日,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。 罗宾大叔要夸一个口,我申请任何国家的签证,无论是移民还是非移民,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全部都是一次过的,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我发过据信。 我翻了一下我的护照吧,里面也有很多的签证和出入境章啊,主要有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欧盟、申根、南非、还有很多次的印度的出差经历啊,出差的记录,都是一次过的。 那今天我想揭秘一下,我到底做对了什么,从来没有被拒签过,我的那些小心机和小秘密啊,你可能听完以后会大大的提高你签证的通过率啊。 首先呢,说一下我的硬件吧,硬件也是我们申请签证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,我本人是上海户口310开头,本科毕业,已婚,从事自由职业啊,听上去硬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吧,当然比不上很多非常好的条件的,但我觉得也是还行的。 那出境记录呢,大家也知道肯定是不少的,你会拿过那么多国家的签证吧,但是呢,这个出境记录,它是慢慢累积的,我也曾经是一个护照白本的小白, 那出境记录,出境国家,拿到的签证呢,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的啊,越滚越大的,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我的这一个过程,首先呢,我申请签证的时候,永远是真诚的,而且呢,我不会偷懒。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申请美国签证,填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啊,填了整整两个晚上啊,尤其是我的教育经历这一块,我从大学一直填写到了小学,虽然我后来知道其实是不用填那么多的啊,填高中以上的教育经历就可以了, 但是当时我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啊,做到如实详尽的填写了我的教育经历,包括我的工作经历,我的其他的个人情况呢,也都是详尽如实的填写在这一张DS160表格里。 我相信美国签证官看到我的这张表格呢,是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的。 第二个点呢,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优点啊,不畏惧申请签证,甚至有一点盲目自信,那还是以申请美签为例啊,那个时候我是先买好了往返美国的机票,然后再去申请美签的,而且那个机票应该是特价票吧,估计要退的话应该也退不出多少钱啊,反正呢,我就去申请了啊。 当时也完全没有想过,如果拒签了会怎么样,在我心里呢,我就觉得反正我肯定能过,也许就是这一份自信吧,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,也是一次性就过了,拿到了签证,也去了美国,但是那个时候呢,还没有十一年,每签啊,还只是一年有效的,后来呢,又要去申请了,当然这是后话了。 还有呢,就是在申请前,我会做好功课,去美国的这一趟之前呢,我先把机票给定了,而且呢,做好了攻略。 事先呢,我已经把想要去的那些城市,景点,路线,日程,以及交通啊,全都安排的七七八八了,做了一个详尽的表格。 那当时在面对美国签证官面谈的时候啊,他问了一些常规的问题,突然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啊,他问我啊,你要去这两个城市,对吧,那这两个城市之间有多远,你知道吗? 那如果当时我没有真的是详尽的做了这份旅游攻略啊,估计是很难回答出来的。 就比如说我现在问你,中国随机两个城市之间距离有多远,可能你也不一定回答得出来,对吧? 但是呢,正因为我做了攻略,我做了准备,第一反应就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。 然后呢,签证官很快就给我通过了签证。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,就是提前做好规划,这个提前是什么意思呢? 就不是说事到临头了,才想起来啊,我要去哪个国家旅行了,才想起来,哎,签证还没办,没有提前办理。 这个呢,就是比较适用那些可以出具长期签证的国家,典型的就像美国和加拿大啊。 当初我和太太想去赴美生子的时候呢,我们手头都已经有美国签证了,那就直接就能去了。 当初想去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呢,我们早就已经申请好加拿大签证了。 后来要给孩子去办加拿大留学,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,我们已经都有加拿大的旅游签证了。 那办学签的速度很快,好像花了两三周的时间吧,就下来了啊。 对于美宝来说呢,这个学签更容易啊,他都不用去贴小签,直接就给了一张通过函,拿着这张函去入境的时候换大签就可以了。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费时费力去递赔读签的申请啊,提前做好规划,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点。 而且呢,你提前有了美加签证,申请其他国家的签证也更加的容易。 别人一看,你连美国加拿大签证都有了,都很乐意给你这个签证。 另外一点呢,我觉得申请签证的时候,目的要真实,材料呢,也要真实。 以申请商务签为例啊,我去一些国家,比如说像南非,印度啊,申请商务签,我都是真的有了。 有事,要去出差的,要去访问的。 记得有一次呢,对方公司开过来的邀请函,抬头上写的是我的nickname,不是我的在护照上那个名字啊。 虽然我知道呢,很麻烦,但我还是写了封邮件,要求对方呢,按照我护照上的名字,重新开了一份邀请函。 后来呢,签证也顺利通过了啊。 还有一点啊,就是心态上的准备,或者说心态上的顿感力吧。 不去要求这个签证一定要有100%的通过率,我才会去递这个签证。 基本上呢,我申请哪个国家的签证啊,预估有个六七成的机会,能够下签,我就去递交申请了。 毕竟迎面大嘛,我觉得递交也不亏。 那以日本签证为例啊,日本签证呢,我是从单次的日本签证,到冲绳三年多次的日本签证,再到五网定城市的三年多次的日本签证,我都是依次尝鲜了一遍。 记得当初冲绳三年签证办理的时候啊,这个政策好像是刚刚下来没几个月,大概也就下来一两个月的样子啊,我就想去办理了。 国内旅行社呢,对这个其实也不是很熟悉,而且因为没做过嘛,他们也比较谨慎啊,当时是要求我交十万人民币的押金啊,那个时候十万人民币还是有点值钱的,然后回来呢,还要提供在那边住酒店的材料啊,回来要削签的。 我觉得呢,挺值得,因为那时候日本还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旅行地吧,就提了十万元现钞,直接拿去了旅行社,交了押金,提供了材料,时间也卡得挺紧的啊,结果就在飞机马上要飞日本了啊,飞日本前一天呢,终于拿到了这个三年日签。 想想还是挺惊险的啊,无论是签证办理的难度,还是这个时间点啊,我都觉得有点险的,这是我离签证失败最接近的一次。 另外呢,我其实是对于被拒签是有觉悟的,我是有这样的想法,我觉得世人嘛,肯定都有可能被拒签的,即使像我这样条件算不错的,而且做好了准备呢,拒签也是一个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事情。 因为申请签证啊,它其实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啊,你必须要有敢于被拒签的勇气,你才有资格拥有它啊,我觉得这个话有点绕,但确实有那么点道理啊。 后来我办理移民签证的时候,当时呢,我评估下来,大概也就百分之三四十的胜率吧,能够拿下这个移民签,我觉得也没什么,反正就办呗。 大不了拒签了就从头再来嘛,对吧,整个这个递交申请的成本,包括时间成本啊,精力成本,金钱成本,我觉得能付得起。 那如果通过了,这个收益是非常大的,那如果拒签了,这个成本是可控的,那我觉得我已经有了这个觉悟了,就去递交了申请。 结果呢,也没有迎来预料之中的拒签啊,还是过了啊,所以呢,命运总是眷顾那些愿意迎接失败风险的人,我觉得这还是挺有道理的。 我现在总结起来,我觉得人生啊,就是一场试错,你总要去试一试,才能试出来到底是对还是错,到底是能成还是不成啊。 啊,签证其实只是人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,如果你能早一点领悟到这一点的话,可能你的签证申请啊,就会顺利很多了。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,加拿大签证,或者瓦努阿图绿卡,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,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或者电报付费咨询。 瓦努阿图呢,是一个太平洋岛国,提供一个低成本的,快速的永居卡绿卡的申请通道。 如果有兴趣的,可以联络罗宾大叔。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,就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聊。